知识性低血压什么意思呢 就是躺着跟站着的血压不一样 躺着血压120 站起来剩70 那这种的话就会变得更糟糕 尤其在晚上睡觉起来的时候 症状会昏倒 有人在尿尿的时候会昏倒 或什么这些现象 低血压一般来说 如果你没有症状 大概通常不管它 但通常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平常血压大概是80 70几啊甚至90啊 你知道你有症状可以不管它 那如果说你有症状的话 这时候你要稍微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引起你的血压低 那有的是一些荷尔蒙的问题 有的是因为贫血 那另外他才注意另外一件事就是 还有另外一种叫做 知识性的低血压 知识性低血压什么意思呢 就是躺着跟站着的血压会一样 有时候会笑他说一锅两制 躺着血压120 站起来剩70 那这种的话就会变得更糟糕 你不知道要控制躺着血压 还是控制站着的血压 所以如果说有知识性低血压的话 这时候可能要找医生好好看一下 有的是一些糖尿病的神经病变 那有的是因为一些自律神经的失调 那有的人呢 是因为神血很厉害 或缺陷很厉害 它都引起这种知识性的低血压 所以光是一个低血压 本身它不是疾病 它有很多种状况 那有的时候如果说没有任何症状 甚至就不管它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有点头昏 可是不是知识型的那种 那就是有时候 你可以做另外一些事情 就是说我们平常说 高血压的人不能吃血 对 因为你吃前血压会高 那有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血压很低 有点头昏的时候 你反其他耳鞋 稍微喝点盐水 或者运动力量 或者喝一碗汤也是一样的 因为一定要记得一件事 汤就是一碗盐水 所以有时候你喝一碗汤 有时候血压率会比较高一点 但是没症状就别理它 不要管它 可是另外一个重点是 很多人可能从来没有想过 要躺着量血压这件事 你如果坐着量 你从来没有躺着量过 你也不知道自己是躺着高 坐着低 或站起来超低那种 那如果你只有在站着 或坐的时候量到低血压 建议你今天就试试看 躺着量它一次 理论上如果说你真的有低血压 你要做的事情 我们就刚刚说躺着跟站着的血压 那怎么做 先躺着量 躺完之后然后站起来 理论上最标准的状况是 一分钟量一次 然后这有隔了三分钟再量第二次 然后再十分钟再量第三次 因为它有不同的疾病 它会引起这三个时间点 它有不一样 所以不是说我刚站起来 就立刻量 要等 但是如果量起来都差不多的话 大概问题也不会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些 要注意的事项 它姿势先低起来 是不是就是那种所谓 只有站起来或者早上起床 就是姿势改变的时候会头晕 还是其实有些人它也没有晕 它有的人没有晕 但是有晕的话 它通常就是有时候 尤其在晚上睡觉起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会昏暖 有人在尿尿的时候会昏倒 或什么这些现象 所以如果说你有昏倒的话 我们大概务必要量 躺着跟站着的血压 但有时候一分钟三分钟 或十分钟太麻烦的话 就是比如说躺着量一次 站起来两分钟再量第二次 你就这样比比看 这两个没有差太多 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你大概这个问题的情况就比较小 但是有的时候 像我们躺下肚 有人会造成神经病变的话 躺下来的时候 血压变170 然后站起来的时候 血压变70 我们问题就很难了 因为我们这时候 你要控制躺着的血压 还是要控制站着的血压 你把躺着血压降更低 就躺着血压 你控制到140好了 你站起来的血压 可能剩50 对 那这样站起来也会中风 对 也会昏倒 那但是如果说 我们控制站着的血压 让它站着血压到80的话 因为躺着血压可能1900 200 两个都会中风 所以两个都非常不好 所以这有时候 就是要找专科医师 要看一下 一定要看医生了 看医生有没有什么办法 那这种我们就叫做 姿势性的低血压 感谢观看